大家好,我們今天想看一看的題目 你會看到有Obicity,即是瀆肥 但瀆肥跟什麼有關呢? 你會看到這個字了 近期,可能在復課之後,老師也跟你說 Coronavirus,就是我們現在的新冠病毒 大家都很害怕,這個疫情 但是,醫生為什麼會說了這兩件事有關呢? 原來就是染上了,感染到這個病毒 原來是跟Obicity有關的 他說,譬如說5200個是一個病患者 就是患上了這個 這個是偏好,是不是? 他說,Coronavirus有什麼恐怖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家都戴著口罩,是不是? 原來有超過30% 即是三分一的人的病患者 他們都是瀆肥的 就是瀆肥的 他說,其中有一個 這個,在這裡可以看到 I meant Black and Hispanic The Black 我知道,是黑人 原來Hispanic 是解西班牙裔 西班牙裔的人 他說,他們很多都會瀆肥的 那瀆肥有什麼問題呢? 原來他說,是會關心到其他的健康問題 例如,Diabetes,就是糖尿病 我們下面都會說到 所以,他們會是更加容易 有可能併發症 或者可能染上肺炎之後 會有更多的病痛出現 而且,最怕為什麼我們要戴著口罩? 因為染上肺炎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Lungs 即是我們肺部 而他說,為何肥會有影響? 因為原來肺部附近 會有更多的脂肪 這個Fat,不是我們用開的adjective 這是Noun,是解脂肪 然後,亦都說會更加困難做什麼 這個是Verb 就是這個Verb Verb是呼吸 如果是Noun的時候 呼吸就是Rav OK,就是少一個E 你看看下面 三個字 首先,Obesity 是Noun 說了 是因為黏肥 即是When someone is very fat 的時候 叫做黏肥 而Diabetes 糖尿病 是一種疾病 而這個疾病是做什麼 Reach the body has problem 我這字就有些料 但是你們呢 應該可以的 即是 這也是Noun 好,而最後 Lunst 你記得 我們大家其實有兩邊肺部 而不是兩個肺部 所以我們會加上ASPER 肺 大家都知道 就是A part of the body that 這個是 Helps people 即是我們說Breat OK Verb 呼吸 OK 所以這個也是Noun 來的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你了 T